您好 欢迎收看6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县议员张之财在宪政总咨询中 他质疑2018年1月份 朴峰到县政府败会之后 就开始大量收购土地 张之财根据秦子表示 有县府官员陪同朴峰去看地 认为县政府应该正在主管机关立场 保持行政中立 保护观光资源 阻断朴峰进入花莲 尤其他表示 凤林证明超过八成是投票给县长的 他这样子是否对得起花莲 还有凤林乡亲 第十九届第三次定期大会宪政总咨询 12号首先由县议员张之财提出咨询 张之财质疑县府行政部中立 2018年1月朴峰到县府败会后 随后就开始大量收购土地 张之财根据秦子表示 有县府官员陪同朴峰去看地 华联县长徐正卫答询表示 不回答没有争取的事情 并强调目前朴峰只有一处养鸡场已建造施工 目前也都暂停发实用执照 序幕厂登记诊 管理有 你这来拜托 华联人真的过瘾过瘾过淳朴 不像北部西部这么强悍 你真的放下走了 不要再玩了 今天就拿出你的节征跟行动力 来解决扶峰氧经厂的事情 只有你才能解决 要不要你今天就说个清楚好不好 要不要 要不要 因为你只有你能解决 你说你要车照 你车什么照 你敢车吗 我求你你不敢车照啦 你车照 人家马上告你过瘾啦 不到过瘾而已 你还换肚子咧 你敢车照 你敢车照 你玩游戏吗 为什么 2018年营业到县政府拜访雨后 他回去就能大量收购土地 我质疑这当中是不是你县政府 有跟人家讲任何的条件 为何为什么在浮丰养机场在收购土地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光眼镜还陪在旁边 陪着他们去买土地 这不是让你质疑吗 你就已经不中立了嘛 县长你有行政权 今天花蓮宪明在一年半前把钱交给你 就是要你来把关 而且花蓮宪是一个观光线 你在执行的时候你也讲出 这个观光是花蓮经济的火车头 这么漂亮的地方 而且养机场是财团 不是小户 你应该站在你这个县长 保护地方的观光的资源之下 来阻断浮丰养机场进驻花蓮吧 庄之财也针对县内工程案事件 人事处理问题提出咨询 并要求成立环保专案小组 对于浮丰要来花蓮开发 庄之财认为身为首长为何无法拒绝 县府应正在保护地方观光资源立场 现在却把责任推给业者 民众自己沟通 县长有行政裁粮权 应该保持行政中立 正在乡亲立场 为乡亲着想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